那我们救助器材车的话会使用在我们三岸的部分 摩子行的掉臂格外显眼 因为在山岸发生时一定会触动这台器材车 后方还挂着长背板 让消防队能在第一时间把伤患吊瓜救起 消防人员腾空救援不说还以为是警察的霹雳小组 其实高速过弯却不慎失控坠谷 15米深的边坡救灾人员很难爬下去 这时靠掉臂的油压可以很快将伤患顺利掉起 这个掉臂设备特别不简单 可以从两三公尺伸缩到九公尺 下降到山谷边坡将近百米大约三十多层楼 新北山区多边坡坠落时常发生 新北七个消防大队就有四个大队 因为辖区内有山地经常接到民众 在山区公路不胜坠落边坡的救援需求 一般消防队就有配备器材车可以救援 较困难的还有第四大队的安和 和第七大队的中和 有设备和技术更进一步的救助队 救难范围更大更难 就会有特搜大队出马 每次救援需要依据状况至少派出消防车和气材车同时出动 更严重的状况需要擅长绳索或器械操作的分队加入 精细分工加上设备与技术进行神救援 持续守护民众安全 金新闻刘沛宇 谢宏瑞采访报导